15岁少年把中情局和国安部都黑了,成为最年轻网络恐怖分子。 本周五、二十日,英国少年甘布尔,Kin Gamble,被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两年。 从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,当时年仅15岁的甘布尔,黑入美国中央情报局、CIA、局长和国土安全部部长的邮箱及数码设备,窃取并散播机密信息。 法官在宣判时将其称为网络恐怖分子。 据介绍,甘布尔住在英国科尔维尔,是一个技术高超的少年黑客,以及黑客组织克拉卡斯态度的创始人,在业界小有名气。 2015年,甘布尔伯同两个小伙伴,在家里攻破了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,John Brennan,的私人邮件账户,获取了美国针对伊朗和阿富汗相关军事行动的情报信息。 中情局局长约翰布伦南,John Brennan。 甘布尔和同伙先是通过公开信息,查到了布伦南的手机号码,然后冒充电信公司工作人员和布伦南本人,从而破解了他的邮件账户和网络账户,获取了布伦南的私人敏感信息,并重设了他的账户密码。 另外,他们还侵入了布伦南的邮件账户。 除军事情报外,在布伦南的邮箱里,甘布尔还找到了他入职中情局时的背景审查资料,以及中情局几十个高级情报人员的身份信息,甚至还有如何严刑拷打疑似恐怖分子的指导技巧。 长达三天的时间里,布伦南都没发现自己的邮箱被黑。 最后,还是甘布尔主动打电话给布伦南表明身份,将其嘲笑了一番。 在布伦南之后,另一个中招的是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杰詹森,杰詹森。 甘布尔不仅黑了他的邮箱,还多次拨打他的手机,在詹森妻子的语音信箱里留言,在他们家的电视荧幕上打出你们都属于我。字样。 国土安全部部长杰詹森,杰詹森。 获取这些机密信息之后,甘布尔将部分资料发布在个人推特,以及伪基解密等公开网站上。 庭审中,甘布尔表示他的一切行为,都是为了支持巴勒斯坦人,因为美国政府帮助以色列滥杀无辜。 甘布尔的律师便称,他只是一个天真幼稚的年轻人,想要炫耀自己的网络技术,并没有伤害任何人的主观意图。 但法官却表示,甘布尔的所作所为具有明显政治动机,是非常恶劣的网络恐怖主义行动。 就这样,甘布尔成为全球最年轻的网络恐怖分子,他将在英国一所少年居留中心服刑,他的所有电脑设备也都被官方没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